是英文演讲吗 我是用英文讲一下 我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我比较喜欢绘画 然后老师 还有绘画作品是吧 对 这画的什么呀这是 造型是你自己独创的 还是说你就是 我也想比较想 形成自个一个风格 就是说我就喜欢 大概这样的脸 就是比较 就是我想说的演讲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行 OK 所以今天 我把这些画面 我把这些工作 是一个商务 so as you can see that I really love to draw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and they refle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我们能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个 年轻人不甘于 命运的屈服 然后努力向上奋斗了 这样的一种精神 这样的人 我们招到企业当中去 我们是很喜欢 用这种人的 I think it shows that I'm suitable I'm quite suitable for jobs requiring not only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but also creativity and attention to detail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英语和话 讲得好不好 我们暂且不论 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 但是你的这种精心准备 和这种执着劲 特别特别让人感动 汉原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你面试的 也是英语的岗位 对吧 那么我肯定要用英文来问你 因为很多的时候 你表现的英文 肯定是准备过的 那我们可能要看一下 现场的一些能力 因为你刚才 你有一个描述 所以你这段交流 所要获得的是什么 我要看一下 它的即兴的反馈能力 能看到它基本上用英语 其实是可以做到流利操作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具备一个英语的 基本表达水平 而且我们发现 无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从这样的家庭当中 长大的孩子 很会察言观思 是的 很懂得问题的亲重拿捏 来 我们进入职场 请上课堂 无意中发现 同事的手机信息里 再给领导打你的小报告 此时你会怎么做 我主要是看是哪位领导 如果这个领导 跟我关系很好 我就会根本就忽视这个 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你表现你自己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这个领导 跟你不熟悉 就是把它记在小本本上 当我们俩有冲动的时候 我会说 我早就知道 然后 maybe like this 我早就知道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打小报告这个问题 在任何一个公司 可能都会存在 那首先要看 他报告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真的呢 那我觉得你可能会用 一种巧妙的方式 去向你的领导 告诉他真正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这个方式会比较巧妙 而不是直接去戳穿他 如果这个事情本身是假的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不用去理会他 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是对的 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是自己忙自己的工作 把自己也要做好了 比研究这种人与人的关系 更 其实更是那个 更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 我现在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你今天应聘的是 英语的培训师对吧 就英语方面的 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更多去展现一下 你在怎么去教别人英语的能力 而不是你自己自身英语的能力 因为这是两个概念的事情 你就这样 你就把张正斌 当成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教他一点英语 所以就是想象之许 想象这是一个男人 你要了解一下我的英语水平 不是 十五岁的 不了解男人来了之后 你不是让我很尴尬吗 他就基本上基础绘画都不会 你教他一句 比如说能见老外能打两个招呼就行了 我就是我教的全都是就是用英语说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他对于这个 我觉得教训方面可能还是 主要是我们那个这儿就是 就是他分两个阶段嘛 小学生 不是 我觉得可能在这儿考虑 全都是用英语教的 刚刚你的回答来讲 我觉得其实在教学方面 我感觉你的这个水平还是挺基础的 我其实当时那这儿就有一点那种 就是心猜的感觉 就是挺有落差的 其实我没有特别适合他 支持他 对 我只是支持他 好的 有问题 有困难可以找我 好的 对 来 第二轮选择 学后来 还有两盏子 谈节谱上盏 你是特别让我尊重的一个选手 真的 就是你拼命地 想要把一件事情去给做好 去给学好 结果你把英语能学到雅思的口语的七分 没有一股真的决心和认经 你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来这里我可以支持你一边在读 比如那个自考 大专 本科 因为我一直做教育二十年了 你这种认识我保证你一定能读出来 对 我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被你画的画所打动的 对于你来讲只是选择 因为你选择任何事 我想你都能做得很好 你进来我公司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做美妆教育的 我想把你的定向的你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的方向是美妆教育事业部的培训部的主管 对 要不要谈钱 不谈不谈 很难得了 那接下来接下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问您管不管住宿 是这样我们住宿 上海哈 对对对 住宿 不是北京是吗 对因为我们只有上海 就是现在啊 但是我们一年以后一年以内 我们就会有北京的需要就可以转到北京来 我就是想问马老大 我想问一下您那个工作 就您给我提供的工作 他用得到英语吗 用到当然用得到 但是这样子的 用得不多 十秒钟做出自己最后的选择 德上传媒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德上传媒 在他选择马瑞的内构 我不知道是对是错 但是我感觉到了他的意思雀跃 因为他在生活的压力之下 在这个舞台 终于释放了一次机会 可以让他真正地想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能感受出那种有选择感的欣喜 祝福这个小伙子吧 没问题